如果同學可以在網上查閱貸款金額 電子繳款單、還款表及還款紀錄 這樣就好了 學資處設立了學資處電子通 同學除了可以遞交學生資助計劃申請 和有關的證明文件外 更可以估計可獲得的資助和貸款金額 及日後所需要償還的金額 以及查閱申請進度 另外,如果同學收到學資處所發出的 開始償還貸款通知書 還可以透過學資處電子通 就個別貸款計劃 選擇最長15年的還款年期 也可以在網上查閱貸款金額 電子繳款單、還款表及還款紀錄 更可以提出償還部分貸款 或一次過償還整筆貸款 同學想使用或想了解更多 學資處電子通的服務 可以到以下網址 所有事情都一清二楚 如果大家還有任何疑惑 可以瀏覽職學處的網頁 詳細閱覽申請指引及其他相關文件 請按讚 請按讚 請按讚